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呢 今天我们特别找到两组的特别来宾来到现场 要进行一个绕力的大PK赛喔 今天呢邀请到的是 学长姐组跟学弟妹组 不过我们的学长姐组 怎么看起来好像没有学长姐的感觉欸 这不是称赞你们年轻喔 真的不是 好啦来自我介绍一下学长姐组 大家好我是电视视宜的董董 我是电视视宜的葳葳 对 大家好 要不要嗆一下一下 我们这个比赛是 你知道的 我们成熟无准重的 不做重的事情 不做重的事情 好啦 既然学长姐又让你们了 那我赶快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学弟妹组 嗯 这一个组合还蛮可爱的喔 听说叫做美美组是不是 是 主持人不是也跟我们一起了 欸 有吗 好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电视宜的罗美 我是电视宜的佳美 那给你们机会来跟学长姐唱一下一下 真的喔 对啊 因为虽然刚刚学长姐说要让你们 不过我怕你们就是 毕竟年纪上还是有点差异 不会啦 所以趕快唱一下 他们看起来没有很聪明 真的唱起来了 是不是 看起来喔 看起来很安全 好没关系 我相信今天呢就可以分出胜 就是到底学长姐组比较厉害 有没有因为年纪的优势拿到比较多分数 那我们就接下去看下去 那首先呢 我们要先来猜拳 来决定一下 今天哪一组要进行我们的抢攻 所以呢 先请各组各派出一位代表 来进行我们的猜拳咯 来喔 来喔 谁啊手气比较好 最近买肋头比较常中的 我 趕快出来 准备好了吗 好 可以喔 有点紧张是不是 所以我最近有点 有点伤 那你确定 可以喔 好来喔 剪刀石头布 哇 糟糕 学长接住 看来命运的至少 学弟妹胜的只有运气 喔是不是 喔是这样子 所以实力 只剩下运气 我们毕竟是一个看实力的一个节目 只剩下运气 谢谢 学弟妹 谢谢 还蛮有礼貌的 可以稍微让他们一下 好了 那既然是我们的B组 也就是美美队要进行先攻 那我们今天呢 就来先看一下我们的游戏的这个九宫格 是的 大家有看到 萤幕上的九宫格呢 每个提醒有不同的加分 还有减分的方式喔 那如果呢 就是我们的来宾呢 有达到连线的话呢 积分呢 就可以再加500分的加码 那最先达到1000分的队伍 就贏得这场比赛 那我们的比赛也会结束咯 有 刚刚大家有看到九宫格吗 给你们讨论一下战术好了 对 你们等一下可以先选 选中间 法规 因为我们还没读过法规 对中间是法规题耶 你们才大一 会不会就是有一点 你们重修两年才这样讲吧 哇 这句很呛喔 好羞 没力道 而且你们的背景被调查得很清楚 他们还知道你们谁重修两年之类 不是都重修两年吗 你们电视新聞等着吧 好没关系 好没关系 对不起 好没关系 没关系啦 相信那个法规的老师 应该有特别给你们加持 对 好的 那先看一下九宫格 我们就请B组来选一下 他们这个阶段 想要选哪一个题组题型呢 嗯 你们刚刚是 原本是 中间 一般都会选法规啦 可是好像有点难耶 对法规不太难 对 但是他加分 加减分都蛮重的 就看你们想讨论一下 这个阶段要哪一个好了 西洋好了 西洋题 真的 JD 我OK 嗯 你们怎么感觉有点没默契啊 就没什么默契啊 好啦 没关系啊 你们都有美 应该是OK的 来来来看一下西洋题的题组 西洋题的题组得奖 十三五给我一个tempo 还有童年大回顾 哪一个名字听起来 感觉你们可能 十三五感觉不错 童年啦 童年比较可爱的感觉 有 毕竟我们离童年比较近嘛 你们还接童年在干嘛吗 哈哈 好呛 这句真正好呛喔 怎么办 学长姐中伤啊 先记一笔 先记一笔 好 没关系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童年大回顾 是的 匹克斯动画工作室呢 是当今动画界非常重要的公司之一喔 至今呢也推出了非常多很热卖的动画电影 那也是我们很多大朋友小朋友的共同回忆 请将以下的动画片按先后推出的顺序做一个正确的排列喔 那我们这次的选项有汽车总动员 台地总动员 怪兽电力公司 天外奇迹 还有玩具总动员 怎么样鼻竹 这几部应该都有看过吧 有啦 有吗 只是不太记得了 你有点木空欸 我觉得你好像 有看但是不太有知道那个 谁知道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我是动画小天后交给我 还好 还好有另外一个美美 不然的话 怎么办呢 你是猜的吧 不我真的超爱的 你是猜 你怎么会对自己的队员这么非常自信啊 相信我 还是说你是猜的吗 知道吗 确定 确定喔 确定那就可以把我们的小板板亮出来 让大家看一下答案的部分 我看一下你们写什么答案 53214是不是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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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组确定了 确定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这次B组53214的答案是对的还是错的呢 好 恭喜 漂亮 叮咚叮咚 我们离童年比较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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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不好意思 马上有看见 对啦 还好只是200分 而且毕竟他们离童年比较近 对 真的 欸 讲得好像我们差很远这样子 对对对 好啦 那这个回合就当作是你们先让他们 那下一个阶段呢 轮到我们的学章街主抢功 到底会怎么样 进一段广告咯 那是三十七年参开最可怕的海外政权 兵器女生 不可置信 天然交叉 到底他们听到了什么样子的美声呢 BATTLE大学生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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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可以开始了吗 好 你明天再开始好了 明天应该没有再学的 好好好 这是危险的高充满的战争 I want nobody nobody but you 不要打我 别打我 不要打我 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 究竟是评审的问题 还是我自己的问题 大家继续看下去 BATTLE大学生 4月24号礼拜三晚上8点 世新电视台正式播出哦 哈啰 欢迎回到NOW ON AIR 刚刚那一段呢 学弟妹主先抢功 就拿下了200分 这阶段呢 轮到我们的学长街主 到底有没有机会 学长街主 赶快 抢一点分数回来呢 干嘛啦 很烦呢 不要打我疼病 好啦 那我们先看一下九宫阁 学长街主想要选什么呢 刚刚他们已经成让了 把法规题让出来给你们了 那你们应该可以不负众望的 拿下一点分数吧 中间 中间 不一定会对啊 错了 怎么办 一定不会啦 我们果然辜负我们的师长 师长 师长都抬出来了是不是 那我觉得你们有点压力了 看来非拿分不可了 对 好啊那没关系 所以确定就是法规题可以 那学弟妹主 赶快祝福一下他们啦 因为你们也知道 法规题不太简单 你不要给我知道你电视新论 我真的说真的喔 因为毕竟我有修过法规 我就是非常期待你们也要修法规 我大概四年都要上他的课 真的假的 也没有到四年吧 这样意思是四年 你要再延避一年的意思吗 好 OK 话不多说 我们法规题先来看一下 法规题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慢点 可以请你喝杯咖啡吗 小姐不好意思 可以请你喝杯咖啡吗 渡避我知道 哇 漂亮 您就是 母带 母带 时间 不是啦 不是啦 神明 天 對 米口 口阿拉 台電 一個月要餃子那麼多 為什麼會停電啊 對 你在幹什麼啊 你拿我家信做什麼 不是 我可以解釋 就是 我只想多 我只想要多了解 做什麼 警察你來就對 你看他偷我家的信 看我有辦法繳錢 可以解釋 他的信都在我家 如果他要的話 我每分都可以拿來還給你 不要 先生 先生 到底剛剛警察先生 吉利呱拉講的那一串是什麼呢 這一題難度很高 這一題是填空題 我覺得這個問我就對了 因為我有這個經驗 先知老師 謝謝先知老師 你有這個經驗是 欸你有 那兩位怎麼還會在一起 因為我們認識 其實那時候認識的時候 就是我發現我信件不見 然後我那時候看到他 所以是他 我以為是他 是 我還想說怎麼 原來你喜歡這一種 我知道我就看的人還不錯 就想說 就撤銷那個 隱私權的控訴 哇 你是鋪一個梗 然後陷害他 是不是 不是沒有陷害 可以標準嗎 這是真實故事 哇 你們不要回去那個 吵架喔 對對對 好 寫好了嗎 寫啊 OK的話我們就把那個 不然你講這麼多答案 沒有拿出來 隱私權是不是 所以寫錯字的話會 不夠一千分 倒扣一千分 沒錯吧 到底這個答案是對還是錯的呢 學長姐落落長的講了這麼多 好 好來亮一下答案啦 到底答案是不是隱私權呢 來喔 恭喜你們答對了 這一題非常營養 拿到了400分 學弟妹 你們狠狠的被超過了200分 唉唷 很敢講喔 這個我也會 找到選法規了 真的 失策失策 沒想到製作單位這麼的有良心 出了一題就是蠻簡單的這樣子 好啦沒關係我們不要浪費時間 趕快來看一下九宮格 讓你們扳回一城的機會 欸剛剛法規題已經被選走囉 你們剛剛選的是西洋題嘛 那討論一下看怎麼選會比較適合好了 嗯 選電影啦 對 你有 電影乘三耶 我們就600分了 你答錯除了耶 除了差100而已 你要不保險啊 我們 這要保險嗎 我們慢慢來比較快 慢慢來是不是 所以慢慢來決定要選的題 金曲題 金曲題是不是 對金曲題 加250也蠻保險的啦 金曲 金曲題 我們來看一下金曲題的題組 五 搖滾耳罩 抒情拼盤 還有情歌對唱 情歌對唱 情歌對唱感覺好像不錯耶 偏不要 不要不要聽他們的 我們選抒情拼盤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抒情拼盤的題目 說實際成一首кам 是否很難得來 rumors 我會感到 是否很難得來 我會感到 我的文件 你寫給我 我會感到 沒什麼 看你和我 是指經科 我先 這個題好難喔 看來剛剛那個已經 對啊我覺得有一點難度 因為我也有這個經驗 又有經驗了 我以為你們有情歌對唱的經驗就很厲害了 還有這個拼盤的經驗是怎麼回事 好啦 剛剛製作單位這一期真的有嚇到很久 偏偏你們就選到 所以沒有辦法 看來我們還是比較 你要相信我 你寫好了喔 應該 對 應該對 好 沒關係你們答案OK的話就亮出來 三首嗎 我怎麼可以告訴你 好啦 反正就這樣了 沒關係啦 製作單位不會這麼狠的 來 我們來看一下 B組這一次拿出來的答案是什麼 紅豆 情歌 還有Forever Love 到底是不是他們寫的這三首歌曲呢 是吧 看發 恭喜你們 看發 請問超厲害的啦 等一下我要說句公道話 都是他在寫答案裡 我有給他一件 他給我答案 我有給他一件 所以剛剛其實有 這三首都我想的 也不是這樣 你們不要太快戲場喔 還沒結束喔 那我們這個階段呢 學弟妹組成功的拿下了250分 所以又超前五分 超越了50分啦 對啊 可是50分差距其實滿小的 學長姐組不要太 太太 真的怎麼這樣子而已啦 對啊 你們也不要太開心 好啦 那學長姐組輪到你們來進攻囉 我們來看一下九宮格 學長姐組這一次 剛剛有拿下的分數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們這一次怎麼進攻 會比較適合 來看一下九宮格 剛剛你們有拿到了中間嘛 對不對 這一定要擋啦 對啊 覺得要擋他嗎 擋一下擋一下 對不對 可是我猜他們是不會答對藝人 很敢講 對啊 你們這樣有連線說不定就很快 就有多拿來分數 好啦 我覺得還是擋一下 因為我們直接橫著一 所以決定要選的就是 就是那個藝人題 好 那我們就看一下藝人題的題組囉 典故冷知識 異事夠意思 還有狗仔搜新聞 平常有在注意一些關於 你要問我有沒有這個經驗 對 正好要問你這經驗有沒有這種 就是可能關於影視啊 娛樂類的 影視權在就問問對了 好 我覺得我們選狗仔搜新聞 狗仔搜新聞 謝謝你 不要太偶像 對 我們就結束了這個經驗的話題 我們來看一下狗仔搜新聞 狗仔搜新聞呢 我們大家都知道 王家衛大導演2013年的年度大片 一代宗師講的呢 是關於葉問這個詠春拳大師的故事 請問下面哪一位演員沒有演過葉問呢 第一個選項黃秋生 第二個選項杜宇航 第三個選項真子丹 第四個選項是李連傑 這題有一點難度嗎 兩位 還OK 我練過永春 是不是 哇哦 很喜歡看武打片 很精采 然後大概 大概 永春的那個故事我都有 略知一二 對對對 好那趕快答案寫下來好了 基本上我記得是 因為其他人都會武術嘛 黃秋生我覺得好像不太會 對好像是嗎 賣豆腐 因為杜宇航我記得是那個年輕的葉問 是這樣子是不是 然後可能李連傑很久以前有演過 我們不知道 我猜是黃秋生 好好 那我們就請你們把答案寫下來 然後確定好答案之後 就給我們的鏡頭看一下你們的答案 很有自信 很有自信 我覺得剛剛真的自信滿滿 好那來看一下 黃秋生 到底答案是不是 不用說就對了嘛 來看一下囉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 話不要講得太早 可是不要太多奇怪的經驗 然後就被扣了50分了 沒關係還好50分真的還好而已 50分還好 對啊所以現在的差距來到了100分 越來越大了 謝謝 怎麼辦緊張了嗎 沒關係之後再去看一下黃秋生的店 先看一下黃秋生的店 好那沒關係 這階段呢就輪到我們的B組 趕快把握機會來搶功囉 來看一下九宮格 你們這個階段要選哪一題 趕快啦 雖然剛剛學長姐在一人題跌倒了 但是看你們囉 你們看 我們先題3好了 好像可以來個電影 因為一人題感覺滿難的 對啊 你們感覺好像很有把握學長姐組 不會太快贏 不會啦 他們隨便隨便就在 OK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電影題的題組有哪些呢 這是什麼聲音電影集點 還有我愛看電影 哪一個題 題組比較喜歡 趕快選一下 對不對 感覺都還可以啦 平常如果常常在看電影的話 電影集點好像比較吉祥的感覺 好 那就電影集點 好 你依據是什麼 感覺你在那裡 我覺得第六感 電影集點 我覺得可以聽他的 因為他這個感覺還不錯 至多星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電影集點的題目囉 請將下列的影片按照在台灣上映的時間做一個正確的排序 第一個是女朋友男朋友海角7號全面啟動無敵破壞王還有婉君表妹 婉君表妹是什麼 婉君表妹是 這問我是對的嗎 婉君表妹是 這問我是對的嗎 康片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這太過分了 靠100分 不是不登記 好好 你們趕快討論一下 就是看到怎麼寫比較好 這題有難度囉 這題有難度囉 這題對你們真的滿狠 還是你們真的太會選啊 對啊 好難喔 好難喔 怎麼辦 這題嗎 這題應該是這個 這題應該是這個 來喔 快喔 答案快點寫出來喔 好緊張喔 我覺得表妹真的是 這題有難度啦 來看一下B組的答案是什麼呢 B組的答案是5 2 3 1 4 5 2 3 1 4 這個答案是對的嗎 真的 錯了 沒有成到3卻被除到2 你看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耶 好啦來跟你們說一下 正確的答案應該是5 2 3 1 4 就差一點點 其實後面 其實是女朋友男朋友那邊 對對對 你們跟無敵破壞王的時間搞混了 對沒關係 那我們現在你們被除了之後呢 分數來到225分 我一下就數了 對上學長姐的350分 怎麼辦 差距出來了 對啊沒關係啦 還是有機會好不好 對有可能 一定 好 激烈的比賽到這邊 我們先進一小段廣告囉 還有嗎 就是一個小社會 因為你開始要為自己人真的夢想做決定 真的是為你過來做 有機會去學習一件東西的時候 你就一定要很努力的去學習 千萬不要放棄自己的夢想 就來到這邊能夠遇到這麼多人好人好事 進這個戲然後學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保持自己的初衷然後往自己真的想做的事情去做努力 所以有機會的話一定要就是要去爭取 很幸運 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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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歡迎回來now on air 剛剛分數有加有減好緊張喔 這個階段呢輪到了學長姐來進行搶攻囉 來看一下九宮格好了 學長姐這個階段快點拿下分數吧 那要選哪一個題組咧 我們換另外一條路吧 好 所以決定要選的是 這麼贊同我 不囉嗦的哪一題呢 不囉嗦我們就直接來廣播 好 來看一下廣播題的題組 舌頭不打結轉轉收音機電波發射器 哪一個比較喜歡就趕快選一下 舌頭不打結 怎麼感覺 好厲害喔 好厲害 有這個感覺出來選正題是對的 好啦 那其實呢 舌頭不打結這一題呢 是我們的廣播題嘛 那最重要 我們廣播的最重要就是舌頭不能打結 那我們這個題組呢 就是有總共有三題 那你們就是要很順暢的把它唸完 那每一題呢 都有20秒時間跟三次的機會 所以呢需要一點時間練習嗎 我國小是 要口令代表隊 真的 那可以直接開始嗎 那我們就直接 還要練習一下 要直接開始好了 要直接開始嗎 真的嗎 我覺得OK啦 好好好 非常有把握的一組喔 我先來 好他先來 預備 看一下我們的題目 預備 開始 光芒萬丈 官方網站 光芒萬丈的官方網站 官方網站的萬丈光芒 來下一題 單槓盪鋼彈 鋼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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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題 OK 好了那我們恭喜學長姐 這個階段拿下了分數 來到了我們的 分 怎麼辦 差距被拉好大喔 沒有想到他們真的不打結 真的他的舌頭太厲害了 對 真的很厲害學長姐 這個題組 那沒關係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你們接下來要怎麼辦 比較好 好了 來看一下九宮格囉 趕快趕快 學哪一題比較好 只能挑戰一下藝人題 聽連線 好我們就直接進藝人題了 學弟妹就緊張了 來 典故冷知識 意思夠意思 還有狗仔搜新聞 哪一個題組咧 狗仔我們剛剛就已經 意思夠意思好不好 好 來 意思夠意思請下 這一題是我們的快問快答題 請在五秒之內就回答 是對還是錯 準備好了嗎 應該可以啦 可以了齁 好那我們準備就要開始囉 來 預備 開始 請問梅蘭芳和梅艷芳是姐妹嗎 錯 好恭喜你們答對了 來下一題 金劇的表演形式有分為念作唱打 請問是對還是錯呢 錯 錯你們錯了 下一題 鄧麗君生於台灣的雲林大陸人稱小鄧 死於法國梁 對還是錯呢 錯 恭喜你們答對了 來下一題 軟鈴玉死前留下人言可畏的遺書 最後跳樓身亡這題是對還是錯呢 錯 錯 這應該是錯 好恭喜你們 好 下一題 鈴蘭瓦社為中國戲曲演出的場所 盛行於唐朝是對還是錯呢 對吧 感覺 應該對啦 對 錯你們錯了 錯了 這個階段呢你們總共是答對了三題 然後答錯兩題嘛 但是還是算你們過關 是喔 所以是有拿到分數的 那現在分數原本是700跟525分 可是因為你們有達成連線的關係 喔漂亮喔 看到了沒有 我還想說700分贏超多 對 可是因為他們直接達到1000分 瞬間超越 所以他們贏了這場比賽了 對 雖然剛剛學長姐的舌頭不打結很厲害 雖然你們剛剛舌頭不打結很厲害 但是沒有辦法 他們還是贏了 對 那其實呢你們也不要太開心 因為我們沒有什麼薑品禮物 但是學長姐也不要太開心 因為我們有準備你們的禮物 禮物 輸的懲罰 對 那其實呢畢竟我們是一個 跟腦力有關的一個節目嘛 馬上呢就準備 製作單位很貼心的準備了補腦汁 要給學長姐來補補腦 好 來看一下我們這一杯補腦汁 真的好酷 感覺就好好喝喔 對 可以喝嗎 可以 你要先試試看嗎 我們有一個就是最後的那個小遊戲 就是如果你先喝一口 然後如果猜對的話就可以不用喝完它 但是如果猜錯就要在5秒之內幹掉 真的喔 5秒之內 是苦的嗎 來先喝一口看看 好噁喔 好喝嗎 欸他感覺蠻鎮定的欸 超級的 後進是不是 後進很強欸 後進很強欸怎麼回事 那這位要 你們要派出一位代表的還是兩個人 我覺得蠻像可樂的 是這樣子 這位要不要喝一下也來猜一下 如果對的話你們就不用把它喝喔 感覺好噁心 黑黑的 對啊 欸有點刺激欸 如何 誰猜得出來 你猜一看是什麼 你覺得是什麼 黑黑的 黑木耳吧 黑黑木耳是不是 很苦欸 一定要苦瓜 你真的猜是可樂嗎 可以 喝完 好 喝完 喝完 對 我們要乾掉嗎 5秒喔來喔 5秒 這個10秒好不好 好 來take一下 哇學長結束 很有尬詞欸 我的天啊 真的是真男人 他是在自己太美了 好啦其實我們的補腦筋 是苦瓜之家清早大 今天回去很清涼喔 有有 畢竟最近天氣比較熱一點 讓你們提升心腦一下這樣子 對 那學弟妹組有沒有什麼話 跟我們學長結束說一下 預料多的事情 真的嗎 年輕就是年輕不好意思 所以感覺上好像 年紀跟腦力還是有點差距是不是 沒有他們是運氣 他們是運氣 又是運氣 所以下一次要不要再來挑戰一下 你不要考千叉不用考運氣 也是啦 所以還可以嗎 你們輸給了運氣 你們輸給了運氣 真的是沒有料到 他們最後有連線到 對啊 我們也就是經驗 我覺得有點不太公平 對啊 為什麼不公平 好 OK 那今天呢 非常謝謝我們 為什麼不公平 你們在這邊打這樣就對了 好啦那我們今天非常謝謝 就是兩組的來賓來到現場 我們謝謝我們的威威跟 我們的這位可愛的少女 對 對啦 雖然輸了比大家還是很開心 那我們謝謝我們的美美組 謝謝 大叔 對 那節目呢 生了很開心 就是大家收看我們的節目 那我們下一次再見囉 拜拜